青花瓷 中国是瓷的故乡 瓷是用含有较高三氧化二缕的黏土制态 经过1200度以上高温烧成 并且表面是有高温下烧成的柚的气物 瓷气质地致密 不吸水分 后机只发出清脆的金石之声 那么为什么青花瓷会有如此高的知名度呢 它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为何一再刷新拍卖记录的都是青花瓷呢 青花瓷简称青花中华陶瓷烧制工艺的真品 属幼下彩瓷 青花瓷是用寒氧化骨的骨矿为原料 在陶瓷皮体上描绘纹饰 在罩上一层透明钮 经高温还原燕一次烧成 骨料烧成后呈蓝色 具有着色力强 八色鲜艳 烧成绿高 橙色稳定的特点 成熟的青花瓷则出现在元代景德镇的胡田阳 明代青花成为瓷气的主流 青康稀释发展到了顶峰 明清时期还创烧了青花五彩 孔雀绿又青花 豆青又青花 青花红彩 皇帝青花 歌又青花等衍生品种 不仅是中国 连国外人都对它甚是着迷 阿拉伯地区更是是其为珍宝 青花瓷也是一再刷新拍卖记录 萧和月下追寒信梅平 2011年6.8544亿元拍卖 回姑子下山大观2015年2.2807亿元拍卖